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今天是2023年2月17日星期五 这个视频又是一个新闻联播,有十条新闻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条新闻呢,是关于俄罗斯在乌克兰放飞的气球 那么昨天的时候跟大家说了啊 就是关于这件事情呢,乌克兰说俄罗斯是跟中国学的,放飞了那些气球 那么今天的新闻呢,就是说乌克兰打下来了六个气球 但是呢,并没有说俄罗斯到底放飞了多少,他侦测到了多少 为什么只打下来了六个气球 根据这个报道的口气,我们感觉好像俄罗斯放飞的气球应该不止六个啊 为什么只打下来六个呢,就不是很清楚了 但是不管怎么说啊,这些气球的价值呢,都非常的低 那么乌克兰打下来六个气球,应该说是起码浪费了他六个导弹啊 这个损失是蛮大的,不过呢,乌克兰是不在乎这个损失的 因为呢,人家美国和西方呢,会源源不断的给他这些军援 下一个新闻呢,是关于联合国 那么在美国的调查记者公布了关于北溪一号二号管线被炸的这件事情的调查报告之后呢 俄罗斯就向联合国提出来要求联合国对北溪管道被炸的这件事情进行调查 那么现在联合国的回应有了啊 联合国的回应呢,就是说联合国没有授权 是不能对北溪管道进行调查的 那么我就奇怪了,联合国是需要谁的授权啊? 那么这两条管道的资产所有方呢,就是俄罗斯和德国 难道德国会不给联合国授权吗? 很显然不会,对不对? 那么就很显然了,联合国因为就是被美国控制嘛 肯定是美国不授权联合国,联合国就不能调查 因为之前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啊 世界卫生组织之前到中国进行病毒溯源的工作去了两次了 那么当俄罗斯在乌克兰发现 美国在乌克兰有大量的病毒实验室 要求联合国进行调查的时候 联合国呢,也是说他们没有权利进行调查 也就是说呢,美国让你调查,你才能调查 美国不让你调查,你就不能调查 所以现在呢,中国也学会了 中国说呢,那么我们也拒绝联合国再到中国来调查 所以呢,前两天联合国卫生组织就做了一个决定 说放弃了病毒溯源的第二阶段的调查计划 这联合国啊,我觉得真的是很跌分啊 联合国真的是很明显成了美国的一个工具啊 那么卫生组织对美国的实验室没有权利调查 就连前一阵的呢,关于扎波罗热那个核电站啊 因为那个核电站呢,受到了轰炸 乌克兰呢,就说俄罗斯在对那个核电站进行轰炸 俄罗斯就说呢,不可能 核电站呢,因为在我们的控制之下 那个轰炸呢,就是乌克兰进行的 不信你可以来看 那么联合国呢,就到了现场 到了现场以后呢,俄罗斯就提出来说呢 要求他拿出一个调查报告 到底是谁轰炸的 结果联合国呢,竟然说 我们没有权利来核查谁轰炸的这个核电站 那玩意很简单,你就看那炸弹来自于谁就行了 怎么就没有权利 这就是美国不让说就不能说呀 对不对 那么现在联合国呢,再一次又拒绝了俄罗斯 要求对北溪管道被炸这件事进行调查 那俄罗斯表示了 反正这事呢,绝不善罢甘休 现在不调查 将来也会以某种方式进行调查 该负责任的一方 一定是逃不过这个责任的 那么关于联合国呢,今天朝鲜方面 也做了一个强有力的表态 朝鲜就是说呢,现在朝鲜半岛的局势呢 是越来越危险了 就是美国构成了朝鲜半岛的这种危险 破坏了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 朝鲜外务省说,如果联合国不对这件事情有所作为的话 那么朝鲜将要采取正常的军事行动以外的行动 那么这样的行动是什么行动 那也是不言而喻的,对不对 那么下一个新闻呢,是关于韩国的一个非常危险的举动 那么韩国在他现任总统尹虚越上台以后呢 就极力的和美国走近 就抱美国的大腿 为美国的马首十山 处处和中国作对 那么中国放开这个疫情以后呢 韩国和日本是第一批对中国的游客进行限制的 但是呢,当中国的疫情明朗化 在春节期间 人家其他的国家都从中国游客身上赚的是盆满钵满的时候呢 韩国也眼馋了 韩国最近宣布说 解除对中国旅游签证的限制 但是中国并没有做出相应的反应 那么中国前不久 宣布对二十个国家放开团体旅游 这里面呢,就没有韩国 那韩国一定是恼羞成怒 今天呢,我们看到报道 他做出来了一个非常危险的举动 是什么呢 就是这两天 韩国有十架战机降落到台湾的机场 以加油为借口 降落到台湾的机场 这十架战机呢 就包括一架C130运输机 包括九架黑鹰T50教练机 那么这十架战机 它的目的地是澳大利亚 是要到澳大利亚去参加一个航展的 但是它名义上说是到台湾去加油 它也不是说必须到台湾加油啊 它可以到日本加油啊 或者它也可以到菲律宾加油啊 为什么非要到台湾去加油 很显然这是具有这个挑衅意味的 我看到有的媒体说呢 韩国这就是碰瓷 韩国为什么会这么做 不就是背后仗着美国给它撑腰吗 然后我们再说下一条新闻就是 美国国防部的助理部长 他叫查斯 今天呢已经到达了台湾进行窜访 这是美国的国防部最高级别的一个长官 对台湾的一个窜访 那么在今天中国外交部记者会上呢 汪文斌关于这件事情呢 是这样回应的 汪文斌说我们坚决反对美台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 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的 我们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的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 切实将美国领导人做出的不支持台独的承诺落到实处 停止任何形势的美台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 停止插手台湾问题 停止制造新的台海局势的紧张因素 有的网友呢可能有说中国政府老是说这样的话 而不进行一些实际行动真让人着急 比如说韩国的这个战机 竟然能让他到台湾去降落 为什么不怕他打下来 美国国防部的这个助理部长 能够到台湾去窜访 为什么不采取实际上的一些行动 那么我想呢 中国政府是有中国政府的计划的 不会随着美国韩国的节奏而起舞 但是呢 美国总是进行这样的挑衅 会加快中国梧桐的步伐 下一点新闻呢 是来自于台湾的啊 咱们台湾的麻祖岛上呢 这两天说是没有了电讯信号 网络呀手机呀都瘫痪了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呢 麻祖作为岛屿来说呢 他这个信号呢 是靠海底的电缆来的 说那个海底啊 有两条电缆 这两天呢 这两条电缆呢 全部都断掉了 他们说呢 这两条电缆的断掉 是因为大陆的商业作业而造成的 一个呢 有可能是海底吹沙船造成的 另外的一个可能呢 就是海底捕捞造成的 但是呢 我看到据台湾国民党这边 有的人就说 这就是民进党的一个炒作 邱国正呢 今天在记者会上呢 有记者就问他说 这是不是一个国安危机 那邱国正呢 就顺坡下旅 他说是的 那么国民党有立委就指出来说呢 这就是民进党的一个炒作 因为像这样的事情啊 以前也发生过 有的时候呢 因为停泊抛锚啊什么的 也会造成这个电缆断裂 我看到有民进党的立委就说呢 有断裂是有断裂 但是呢 像这一次的两条同时的断裂 在以前没有发生过 但是国民党的立委 立刻就博士 给他们指出来说呢 在前五年当中 两次都断裂的情况呢 也出现了 不是一次两次了 所以呢 所以呢 大家如果说看到这样的新闻的话呢 你心里要有数 这个事情呢 并不是说头一次发生 以前也发生过 对这件事情进行大肆的炒作呢 就是民进党的别有用心 下一条新闻呢 是关于这个拜登啊 拜登他这两天呢 出了一个体检报告 说这已经是他上任以来的第二次的体检报告了 这个体检报告里面说他呢 其实没有什么大毛病 就是胃这个食管会反流 就是为什么说最近呢 就是看他经常在讲话的时候会咳嗽 咳嗽的原因呢 就是胃里面的胃酸反流上来 以后刺激他 他就咳嗽 那么很显然啊 这个体检是对他这个身体的健康状况进行的一个检查 那么美国有很多人比较关心的呢 就是他的治理情况 我觉得也挺奇怪的哈 我不知道美国的对总统的这个体检到底是怎么进行的 有一定的程序啊 还是没有程序啊 我记得川普在台的时候不是经常对他进行治理测验吗 怎么现在没有听说对拜登进行治理测验呢 今天我还看到他们有一个州长啊 将要参选这个下一届的总统啊 他提出来 他说美国呢要对75岁以上的这种候选人进行治理测验 如果治理测验不过关的话呢 就不准参选总统 这个矛头很显然是指向拜登和川普的啊 因为他们两个超过75岁啊 如果把他俩干掉的话 可能这位女州长就有机会了对吧 不过呢 话又说回来了 像拜登这样的 很明显的多次表现出来老年痴呆的状况 美国仍然对他不进行治理测验 我就觉得非常奇怪 美国这个国家真的是很奇怪 有很多不该在乎的东西呢 就小题大做 有很多该在乎的东西呢 哎 他们反倒长期的不在乎 置之不理 好 下一个新闻呢 是关于中国娱乐圈的 那么前两天的时候呢 就关于刘文正去世的这个事情啊 反转又反转 反转又反转 一会儿说他死了 一会儿说他没死 一会儿说他死了 一会儿又说他没死啊 今天就看到台湾的73岁的潘宁子啊 他应该是和刘文正呢 同一个时期的 他就出来说呢 说这件事情啊 全都是刘文正以前的那个经纪人搞的 那个经纪人出来炒作这件事情 拿刘文正的生死来做文章 他出来说呢 太不地道了 现在基本上台湾这边呢 就确定了人家刘文正啊 根本就没死 刘文正这个人啊 也挺奇怪的啊 说他从29岁的时候呢 就已经退出来了娱乐圈 一直都非常的低调 在美国独居 那么这次呢 说他死了这么大的一个动静 他都不再现身出来成亲的 那么另外中国娱乐圈呢 今天也出了一件大事 可能又要出现一个吴亦凡了 他的这件事情和吴亦凡的那些事情 我看呢 非常的相似 吴亦凡那件事情呢 一开始啊 就是有女粉丝出来爆料 说吴亦凡的行为不轨 对女粉丝呢 有那种违反意愿的性行文 法律上就叫强奸 那么后来吴亦凡一方就说呢 是这个女粉丝进行敲诈勒索 还到公安机关去报案 结果公安机关到最后呢 就抓了吴亦凡 还判了他强奸罪 这是吴亦凡的经过 现在谁成为了吴亦凡第二呢 就是陈凡哥和陈红的那个宝贝儿子 我看他这个儿子啊 长得其实和吴亦凡还有点像呢 他这儿子呢 这两天爆料了 有一个女粉丝呢 就出来说 就爆出来了陈凡哥的儿子 和那个女粉丝的那个床上的裸照 这个女粉丝呢 据说现在已经都结了婚了 那么这个照片呢 是他老公放出来的 说现在陈凡哥他们家呢 也被敲诈勒索 说这个女粉丝呢 是要求恢复和陈凡哥儿子的感情 而他老公呢 是要求他赔钱的 那么陈凡哥儿子的这一遍呢 说敲诈勒索 现在呢 中国的警方已经介入了 到最后会不会成为吴亦凡第二呢 这种可能性真的是不排除 因为我看到也有报道说呢 说陈凡哥这个儿子啊 曾经对多个粉丝翻牌子 翻牌子啥意思啊 我们经常在那个古装片里面 就知道呢 皇帝和妃子啊 就是用翻牌子 他和哪一个妃子要过夜 就对哪一个妃子翻牌子 翻牌子的意思就是过夜 就是同房 就是同床 就是上床 那如果果真是这样的话呢 你说这个陈凡哥的儿子 就很有可能就成了吴亦凡第二了 那么现在报道陈凡哥呀 出了这事以后非常的愤怒 他正在拍一个电影 叫伟大的战争抗美援朝 这是一个政治大片了 对不对 那么这里面呢 也有他这个儿子的戏份 据说现在他就停止了拍戏 专门就处理他儿子的这件事情 说他现在已经宣布了 把他儿子在这个电影里面的戏呢 全部都删了 就是说将来这个电影完成以后呢 里头没有他儿子 现在看来呢 他就不打算互短 和吴亦凡的妈妈当初呢 是不一样 因为陈凡哥这儿子啊 现在在娱乐圈 已经是一个当成的小鲜肉了 再加上他妈妈和他爸爸呢 全都是中国娱乐圈的大腕 所以娱乐圈的这个大瓜 比吴亦凡那个瓜还要大 那么警方现在介入调查啊 但是呢 媒体也默不着头脑 就说警方介入调查是调查谁 是调查女方啊 还是调查陈凯歌他儿子 现在看来呢 这个瓜能不能够发展起来 就看陈凯歌他们两口子的危机公关能力了 好下一个新闻呢 是关于王毅到欧洲访问的这件事情 那么王毅呢 其实是到欧洲去参加这个慕尼黑大会的啊 在慕尼黑这个大会开始之前呢 他对法国意大利啊 还有俄罗斯呢 都要进行访问 那么到现在为止呢 他已经去过了意大利 和意大利的总统呢 已经会过面了 意大利的总统表示说呢 非常支持欧盟发展与中国的关系 那么他今天呢 已经去了法国 那么法国呢 立刻就取消了之前 对于中国旅客入境 要求进行核酸检测的这个限制 而且呢 现在有一种说法 说这个马克龙啊 4月份的时候要到中国来访问 再就是呢 关于布林肯 想在慕尼黑和王毅进行会面的这件事情呢 现在看来 对于美国来说呢 是不乐观的 美国呢 就说这件事还没有定 那么中国对这件事呢 就说没有可提供的信息 我们从这个现象来看呢 我们有理由相信 中国现在就不想离美国 下一条新闻呢 是关于这个伊朗访问中国的这件事 那么伊朗总统对中国的访问呢 现在已经结束了啊 昨天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中国外交部的网站上就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伊朗共和国的一个联合声明 这个联合声明呢 是分这么几个部分的啊 一个是政治领域 第二个是安全和防务领域 第三个是经济和发展合作领域 第四是教育和文化合作领域 第五是国际和地区问题 我们看到呢 这个联合声明是涵盖了基本上是方方面面 而且我们也看到了两个国家 在政治领域和安全防务领域的一个明确的坚定的立场 之前的时候呢 有美国记者在外交部记者会上就问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 说伊朗的总统到中国访问啊 中国发展和伊朗之间的关系 担心不担心和美国之间的关系破裂 很显然中国是不担心的 好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